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只寿命长达无量节的盲龟 每百年才能从海中看出头来一次 而大海中有一根浮木 木头有一个孔洞 它浮在海上 随着风四处漂流 盲龟百年才出水一次 想要遇到浮木 已经是机会渺茫 更何况还要由浮木的孔洞探头而出 盲龟和浮木虽然不亦相遇 但还是有可能会遇到 凡夫众生因为不行正义 不信正法 不能以真实之力而行 辗转互相杀害 强者欺凌弱者 造作无量无边的恶业 在六道转互相遇在六道轮回不息 想要得到人生 更难于盲龟直御福 可见得人生是多么珍贵之事 得到人生 要执欲佛事 就如见悠潭 婆罗花 可遇 而不可求 有幸遇到佛陀 出于世间或执欲正法 都是非常难得的事 人生难得 精以德 佛法难闻 精以闻 此身不像精深度 更待何时度此身 修学佛法 就如苦海中行舟 佛法大传 可以度我们到达 解脱的彼岸 传身 比喻我们每一世的五蕴身 我们要利用 每一世的五蕴身 做道器 试试行菩萨道 来圆满成佛 所需的福德与智慧 五蕴身不好用 就好比船身 破烂不堪 不能远行 阿罗汉 灭除了五蕴身 入五蕴涅盘 就是没有了船 也到达不了解脱的彼岸 要等到出了五蕴涅盘 出生了五蕴身 才能修行到达成佛 船上砖满了三转五教的金藏 还有宝贝七法财 三转是初转阿含经 二转波热经 三转回世经 五教是小史中队员 是要告诉我们 要将佛法融入到我们身心中 七法财是信戒文师会惭愧 是航行所需的道梁 八正道是船帆 依着八正道 正见 正思为 正语 正业 正命 正精进 正念 正定 为航行的方向 四念柱为船桨 观身不尽 观寿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修习四念柱 淡薄贪嗔痴 正德 人无我 和法无我 佛陀的教导 就如海上的灯塔 为我们护航照明 图中 必经无数的风雨巨浪 风雨巨浪 就如外在的境界风 春机 溃郁 力衰苦乐 这八风 容易引起我们的小随烦恼 焦度牵狂 脑恨 正负陷陷害 因石小随烦恼 而去造作恶业 会牵引我们下三恶道 所以风雨巨浪 势力太强猛 会打翻我们的船 使船沉入大海 船底有压舱石 船舶在海上航行 需要有一定的重量 来保持平衡 不然就会在海上漂浮 压舱石 比喻我们的无名 正因为众生都有无名 所以才能画画我们每一世的五欲身 菩萨以烦恼为压舱石 依着每一世的五欲身 四地转进 菩萨虽然能够灭除这些烦恼 却故意留下一些烦恼 留霍润身 发大慈大悲大无畏的精神 愿做苦海中的慈好 乘风破浪 再遇众生登上解脱的彼岸 五十三餐佛道尽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夹着修心的床 航向如来共的海 船中装满三转五十的经浄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说主航向彼岸 途中毕竟离风雨巨岛 解释恋心的高粱 流霍人生烦恼石头为鸭叉 远走苦海中的慈喉 学习菩萨大致大悲无畏的精神 佛陀石灯塔指南 故事生产存活直到此地成长 再与众生登上彼岸 再与众生登上彼岸 我们说破比众生痴狂 趁你无抓耳石下 生老病逝无常苦空来逼迫 来生又教今生荒 三节轮回无穷无尽 心苦如遥远 应被走法到彼岸 以法为走鬼三法决正经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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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